大家好,我是冒的气的老顽童周通达 这个东西,不知道我们国内的朋友们有没有人知道它的名字叫什么啊 在这边呢,我们这边的云南人跟它叫羊瓜 以前我家里,我在山上住的时候,我家在旁边种了几颗 罚了好多,把它架起来,吃不完 而且它那个藤的尖,它们叫羊瓜尖 也可以煮汤,也可以炒着吃 这个就是羊瓜 这个比较小,比较嫩啊 那么以前呢,我的印象里,我就跟它叫这个佛手 我也不知道是谁告诉我的,怎么会 我现在我记不清了啊,我就一直以为这个东西是佛手 刚才我在那个YouTube里的呢,我去查了一下 好像它又不是佛手啊 佛手好像跟它不一样,是一种那个中药材 你看,这几个羊瓜,我刚刚去买的时候 这个是那个,歹族人啊 他们这边叫胎眼啊 这个,他来卖,但是也不是他种的 是他们的朋友种的,拿着他那里寄卖的 我就问他,我说你们这个东西你们跟它叫什么 他好像也有点恍惚,他想了想,他说 我们这边的人刚才叫 马可克 我听上去就好像说是茄子的一种啊 因为泰国话,马可是茄子啊 听得有点怪怪的,我也搞不清楚这个东西啊 另外呢,还有这个啊,这个叫芭蕉 真的这个,这个季节芭蕉已经比较少了啊 它跟香蕉不一样,这个芭蕉长得比较小啊 颜色也不怎么好看 这个一书啊,这一书呢 他卖五株,就相当于大概一块钱人民币吧 我平时比较爱吃这个八角啊 香蕉我还不是那么喜欢,我比较喜欢吃这个八角 今天呢,就买了一点回来 给大家看看,特别是这个 这个以前我的印象,我也忘了是什么人跟我讲的 这个就是佛手 今天我,忽然我想起来,我在YouTube里,我查一查 查了以后,发现它不是啊 我们这边的鱼呢,人家叫羊瓜 我家这边,我这次也种了一些啊 我大概明年就能吃到了 这个东西长得很快,发得也很快 今天我拍这一段呢 就是看看我们网上的朋友们 有谁知道它真正的名字叫什么吗 您知道的,请您在下面给我留言 教教我,告诉告诉我 原来这个东西不是佛手啊 我一直以为它是佛手啊 我喜欢拿这个来,拿这个东西来煮汤 拿这个煮汤吃 因为我在泰国这边吃菜啊 常常就是 不会吃 有些人家卖,向我推销 我就摇头 因为我不会弄,不知道怎么弄 以前,如果是我老婆在家啊 她还会弄,她找得着买 我买的话也就是那几样 其他的那个古里古怪的东西 我也不会吃,不会弄的 我也就不买 因为她现在我的老婆 还有小孩子们 她们全都在曼谷 现在是我一个人在家里 刚才这个就弄一点羊瓜来 等一下煮汤 拿来煮汤吃 这个比较嫩啊 这个比较小 你看这个价格怎么样啊 这个大概这几个羊瓜呢 大概合两块钱 多一点点吧 十株 那么这个呢 这个一个是五株啊 我这买了 买了十株的 买了两个 我就帮她买嘛 这个它太小啊 颜色也不好看 它也不怎么好卖 我就帮她买来了 好吧 我今天拍的一段就是 想看起这个羊瓜来了 想起来了 我到山上去 上次我去 有朋友 他们正好有很多 那个长得很老的 我拿回来几个栽 现在都已经 那个藤都长得挺高的了 大概明年 我就能吃自己种的羊瓜了 这个 就是现在我还不知道 它真正的名字叫什么 因为它的本名 应该不是叫羊瓜吧 好吧 这一段我就拍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 再见 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